你還記得你小時候很容易肚子餓嗎 之後去完非洲流浪回來之後 變得百毒不侵 現在我的消化系統真的百毒不侵 就是了, 花斃了 你幹什麼… 你的電影都清完 下面的山洞步伐 要漏掉你那麼大, 那不快就去廁所 廁所… 你幹什麼? 救我 我不行了, 去爛了 阿德, 你走得住, 我走得住 那是不是開樓灘的紅燕妖? 你的肚子怎麼樣? 哥哥, 幸好昨天有你在 如果不是, 我就弄得一副都是 都叫了你不要胡亂吃東西 我現在片長收工 回來煮粥給你吃, 就這樣 好了, 這張鱗鱗挺新的 對了, 用得不要浪費 朗瓦豆夫人, 你只要把鱗鱗放在門口 但片場又沒有保安, 很容易被人偷 我男人不用被人揭去坐鱗鱗 所以用拐掌自己進去 如果真的不見了, 就你們的問題 我的鱗鱗呢? 你的智慧真是這麼差勁的 我把鱗鱗在那裡, 追 神裝病惑, 你不用再解釋了 我都說了很多次, 我不是偷了 我看鱗鱗這麼新, 把鱗鱗扔掉 別再解釋了 就是沒想到你這麼傻, 鱗鱗你也偷的 我可以說一句嗎? 其實大家都一常誤會 否則現在也沒什麼損失, 是不是? 這些是原則的問題 我不可以有這麼缺德的演員 在我的劇組裡 杜夫人, 容許我也說一句 其實根叔在我們演藝界 是一個得高望重的演員, 兼武子 其實你對他會不會有一點點的誤解呢? 你明白嗎? 你想想, 如果那個鱗鱗是那個人很需要的 又被他偷了 那人家又沒錢買, 那人家怎麼辦呢? 姦鄭 怎麼樣? 你給我把他寫掉 這樣對這個劇很大影響 杜夫人, 你有沒有看過這宗新聞? 根叔, 看來真的有這麼需要 知道了 是 你弟弟平時好好的 怎麼會突然這樣生病呢? 有一次, 他又不知道在想什麼 過馬路一樣被一個濕圍車 一撞就撞到他變成這樣 是… 那他一定是撞得很傷的 二十二年了, 他很久了 我一輩子都洗掉了 那是不是因為這樣 你拿我的鱗椅, 讓他坐得舒服一點 就是這樣 我就是這樣 監製, 剛才當我沒說過話吧 監叔, 你有什麼要幫忙 你就發聲, 幫到, 我一定幫的 謝謝你 弟弟, 從今天開始 你就要扮有腳傷 要請一個月假期 阿哥, 有沒有搞錯? 我雙腳為何要避受傷才行? 你現在看的是TVBUSA官方頻道 精彩片段每天放送 記得訂閱和按鈴鐺 就一定不會錯過了 你現在看的 我現在看的是TVBUSA官方 的確認 咱們嘗嘗 我們在一起